Hello大家好我是RT 这一战的战名一如既往你会放在资讯栏里 在影片中就容我随意太过 毕竟我们永远不知道YT会干出什么蠢事来意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 每个月赞助RT多喝两杯饮料不孤闹 先加入会员太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击超级感谢斗内给我呦 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正题 首先第一战就是Poro他同事 C什么我制作的狐狸娘 Poro这个同事啊 睽違两年终于又出了新作 差点都要忘记这陌生的名字 还以为是哪里来的新公司 这部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有一只狐狸不小心踩到 击掰猎人的捕兽夹 作性被一个路人拯救 还给他吃了人类的食物 而且是半价买来的 里面甚至只有一样菜是狐狸会吃的 这个人我看他是很懂哦 各种深思熟虑后才给了这样的东西 然后看着狐狸宝餐一顿后 这个人就离开了 没错就连刚刚买的那包都不带的直接走人 刚刚说他深思熟虑的我感到相当抱歉 原来深思熟虑的只有我自己 后来这只狐狸把他最喜欢的食物献给当地的神明 心里想着好想报恩啊 就这么笑感动天被神明变成了狐狸娘 而且还是个萝莉来着 就这样他靠着狐狸般的嗅觉 找到了恩人的家 结果一来就看到恩人趴在雪地上填血 殊不知更厉害的是恩人一看到他就在料他是当年那只被他救过的狐狸 我想这个人应该是会通灵队吧 结果更扯的还在后头 恩人填血填过头冰到他脑中风已经命不久矣 便临终脱窟把温泉旅馆托付给一只狐狸精 吹起便断气身亡 想不到吧 诺大的温泉旅馆随随便便就送给一只狐狸精 而且在多世神明的加持下让他能够读懂人类的文字 还让他在房间里找到各种温泉旅馆攻略书 什么干净的房间和饭菜 还有舒适的泡汤跟斗牛服务 不愧是恩人的接班人 一来就知道客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在温泉旅馆打篮球 那是礼界的人都梦寐以求的梦幻一世 殊不知更想不到的是 才过没几秒银行的人就来催款下桌要还一千万日币 这可能根本就是老谋生算的鬼吧 最诚的是这间旅馆居然还有客人在 狐狸精马上就跑去问客人 可以怎么样才能让他赚进大宝的桥票呢 舒适这个客人原来是金银之神 直接就叫他提供大篮球的服务 这他啊差啊到底是什么鬼客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让我为你带来本次的赞助厂商 ElloLabs 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各位尽情飙车的游戏平台 提供可以在任何地方斗牛的精彩服务 近期推出的御神幻想是目前最屌的 善低斗牛手游 真的是没有在乎 那个一对一的斗牛场面堪称是阅历无数的我 至今看过最燃烧经费的寿游场面 堪比3A的写实建模还有密室与回忆模式 那个3D那个运镜还有那个运功的时候 为了将所有的内力一次打出去震的女杀 所是疯狂抖动 那个抖动堪称全场的精华所在 这个制作人真的是疯了 想了解超自然震动的还不赶快下载起来 而这款游戏顾名思义就是能够跟各式各样的女神来场斗牛 哦不我是说一起展开冒险 轻松游玩的战斗 寻找最适合的阵容与装备搭配 那前所未有的战斗场面也是不在话下 还不赶紧一起来御神幻想跟你最爱的女神来场 料无遗憾的360度精彩斗牛 金银之神马上传说狐狸精该怎么打篮球 毕竟他只是一只狐狸嘛 篮球他压根就没打过 当然不可能知道规则 从此之后一群想去NBA发展的篮球新人 全都跑来跟狐狸精做篮球方面的研讨 不知道这些人最后有没有付钱 故事就这么来到了尾声 看来又是一个量产型的长篇故事了 我只能说这个故事实在是脑洞大开 但是破具趣味性 波罗他们家个案本就是被李凡耽误的戏剧公司 接下来就是Polo制作了宫口医生 地不知道几集去了 上集两个低能儿都惨遭敌人无情的攻击 这集其中一位低能儿居然要带着宫口医生去拯救他的伙伴 只见粉毛就要被对手的异扬子捅穿的瞬间 这么宫口的武学宗师及时赶到 三两下就把异扬子的高手给大神的智障 都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坚硬的东西将他给打倒的 说不知眼见敌人还没被打跑 粉毛马上拔出宫口宗师的一天俱见 吓得少年是脱口而出 回去之后宫口宗师马上帮他检查伤势 最后还训斥粉毛 你就是这么容易上当才会被拐走了 原来这是一部立志的教育大片啊 后来两个低能额跟宫口宗师配合久了也就日久深情 便开始每天跟宗师一起钻研武学的奥义 只要一天不钻研就会死的那种 不愧是喜剧的量产公司 每一部的剧情都是这么的逗趣 使用度你就甭想了 然后又是Poro制作的 上一集他们的影帝复仇者终于展开了他的复仇计划 这次要被他处理的又是哪位呢 自见这边展开了一场攻防战 画面跳来跳去不说 剧情更是接的相当不顺畅 不过绿毛的这招头直长矛 着实有让我惊讶到 要怎么丢才能把头发丢得这么不痛不痒呢 我真的是百时不得其解 那么这期要被处理的就是这位短毛 很凑巧的就是绿毛的妹妹来撤 这边还埋下了绅士之谜的伏笔 但是我完全不想了解 结果才没几秒钟 短毛就被解决丢到禁闭市区 看来是蝙蝠不够要开始赶火车了 结果复仇者才离开没多久 马上又回来了 短毛也跟蓝毛联手解开绳索 对复仇者进行霹雳一举 当然是扑了个空还被蓝毛出卖 这边真的是一个尬到不行 结果复仇者最后又开始处理起蓝毛 到底是有多喜欢蓝毛啊 最后复仇者跑去找另一位学生温柔的说 你准备好要打篮球了吗 本座的剧情流畅度那是完全没有 智障程度倒是一百分 不过还是咱们的狐狸精强多了 再来就是本月的蝌蚪集中营 兔子走路的圣华女学院三四集 咱们顶天大叔这个周末喜过生日 是不是老婆要跟别人去泡温泉 女儿完全不想理她 看来她在家里是毫无地位可言啊 不过没关系咱们顶天大叔什么大风大浪没看过 外面有意义卡车的JK在等着他教育 咱们眼镜妹更是擅自记住大叔的生日 如此之贴心的客户真的是招闻到细思可以 就这样大叔在这一集度过了全人类一生中最棒的一个生日 第四集则是轮到传说中的学生会长 他提议禁止学员的篮球授业 真的是太可恶了这个会长 禁止卖X我可以认 但是禁止打篮球就是不行 就这样在理事长的怂恿下 学生会长勉为西南地区请教大叔篮球怎么打 殊不知不问还好疑问不得了 直接就成了NBA的明日之星 这个会长的战力之强 我个人认为是仅次于理事长的战神 另外两位就是过生日的时候 主场优势太强大了没法比 总之这系列都相当的实用 不过学生会长有个过人的嗜好 无法的人可能会吓吐上野兔 再来是粉红凤梨的炸圈病动第三集 这次终于轮到了电极棒流的护士 来一帮咱们的主角进行电流 就在护士准备走人的时候 咱们的主角居然说他还想被电 这样的要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就这样主角被电了个紧细细 后来护士又想到了新的聊法 那就是电动蜂窝螺旋枪杀法 直接就把主角的一天剑磨成了指甲刀 后来护士还请来了吸尘器大侠 帮主角进行最新的聊程 真的是最懂玩的护士没有之一 后来护士突然脑筋不对劲 跑去找主角来了场一对一的斗牛比赛 原来是因为他想找一个病人出去喝一杯 殊不知那人心中想的竟是第一集的护士 结果就在主角良心的建议之下 护士突然恼羞成了请他吃连环巴掌 甚至还帮他做了场电聊 故事也就这么来到了尾森 可怜的主角这不是结束 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本作新版的画风还算不错 不过剧情用得起来的人 普天之下应该没几个才是 再来是美丽森的家属生活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打工菜 本来过着跟你一样的无趣人生 突然有一只魅魔腾空出现 又玩起了电聊绑扑了机梁 随后便把主角当珍珠奶茶狂吸 后来又多了一只白色的餐餐 从此主角的生活就有趣了起来 做法勉强勾用剧情中规中矩 就是个人我对罗莉免疫 然后是Shotan的解恋三连星第二集 想不到这赶火车的东西居然还有下卷 这次大概是砍掉重练 将攻略的对象换成另一个人 再跑一次不同的剧情 毕竟上集都结婚生子虚了 这是肯定只能从头开始 不过这次女主角的战力总算 有比较厉害一点 故事流程还是跟上卷一样的公式 跑主线跳球再跑主线 运球到篮下再跑主线再球上篮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位的剧情的 至少比上集顺畅正常了许多 还不错 最后就是粉红凤梨制作 传说中的鬼座重制版 整集长达25分钟 怎么鬼座大师篮球技法 还是那么的强大 脸还是那么的令人恶心 一开场的帅气罐 难看是让人惊艳不已 粉红凤梨这次有认真在做事啊 至少这次篮球流畅度 与人体线条都有做出来 明明是个战力极小的过场人期 却丝毫不逊色 上个月的同级生 那是一个惨不忍徒 后来鬼座大师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 一来就说要教人打篮球 肯定是会受到妹子抗拒的 而这个故事是采用道具的手法 先跳个球 再来聊聊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简单来说就是鬼座大师 在整个城市里装了几千几万个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真空 甚至还有无人机的方式 这就有点忙了 然后再把这些影片上传到GTube 来赚取收入 那个年收大概甩我几万条街才是 后来鬼座大师的同行 带着女主的斗牛照片来送他 全都是为了帮他矫正那歪掉的投篮知识 不好好修正的话 未来可是无法打NBA的哦 说不就是咱们鬼座大师都还没出手 女主角就被纯羊掌急飞撞到头后 浑浑细细去 这歹人的内力 肯定比张山峰还要深厚 结果咱们的鬼座大师 刚好出现在某个顶楼 拯救两位失学少女 看看这精湛的飞龙升天破 一脚就把敌人给踢散了白痴 结果更臭巧的是 在旁边的顶楼发现被绑走了女主 鬼座大师再度使出了奇牙才会的隐奉神器 将身影隐藏于影子之中 趁似便把女主角给脱臭 吓得那两个菜皮巴是直接走人 这么鬼座大师果然是中师等级的人物 没有其他同行可以对他的篮球学生们下手 这个城市的其他篮球教练全都要失业了 本座的作画出乎意料的好 片长还有25分钟之长 都是因为第二原画居然多达六人之多啊 还有一个HSM 而且就连导演与作画监督都要一起下海话 难道李帆龙光要再度回归了吗 这部的品质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那么这次的验货就到这边 我是RT 鬼座大师果然面子够大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